将于6月中旬上映的国产体育电影《超越》 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国家田径队的影片 影片讲述白米飞人好超越曾经获奖无数 却在经历人生转型后陷入低谷 最终他在昔日之友们的帮助下 唤醒了热血回忆并重新振作 再次实现自我超越的故事 影片由韩波文指导、郑凯、李云锐、陶炳坤、张兰兴、张荣兴、李贤主演 李晨津静特别主演 从预告来看影片中郑凯扮演的好超越 从跑道上全力冲刺 那到之后身体发福的中年落魄状态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据悉他为了还原出原短跑运动员的真实状态 剧组邀请了有中国费人之称的素品天 对郑凯进行了专业的前期训练 为了演出角色的不同状态 郑凯还在两个月期间内迅速总得了40斤 在发布的海报展现的是郑凯在颁布的城市墙上 他奋起奔跑的姿态 表现的主题是时代的变迁 事后前段时间扎克·史奈德剪辑版正义联盟的热播 郑凯和他这次的新片都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 很多影迷都在评论区打出了 崇霸原子侠的声援口号 表示对他的大力支持 但郑凯自己非常明白 这次能拿到这个角色 靠的是还有自己出名的自律 以及长年累月坚持着运动 这部电影对演员的要求 并非只有名气高涨的帅 甚至演技好 身体素质和跑步速度都要求更高 郑凯平时总说人生没有白足路 如果不是天天都去健身房 也不会这么快就确定他们最终出演超运